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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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谁 为何会被葬在这里 为此考古队员展开调查 一块不起眼的石碑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石碑上清晰的文字 刻下了这座大墓的名字 不见种 这是何含义 墓中又埋葬着什么人 南洋夏庄村外的这片土地下 有着诸多疑问 等待着考古队员去一一一破解 2019年3月 为配合西季东书工程 唐一县工程 和南洋中心城区 致亚和工区快速通道建设项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洋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了联合考古队 对位于工程区域内的夏庄墓地 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为了了解墓地基本情况 考古队员在墓地 及周边地区展开了细致勘探 夏庄村外的这片农田 是考古队员勘探的重点区域 确定物葬位置 大致范围 是他们现阶段 要解决的第一药物 一米 三米 五米 探孔的深度持续下降 土壤中的秘密也慢慢浮现 我说你过来一下 这个我看这五花图 这个有变化 仔细掰开每一块泥土 观察 考古队员要从这堆 看似寻常的泥土中 获取关于墓葬的猪丝马迹 你看这个开头状非常明显 标准的五花图唯一 五花图 是考古工作者 对墓葬中田土的俗称 它由自然土通过开挖回田 打乱了原有层次和颜色界限 变成了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图 根据五花图的出现地点 考古队员可以初步探明墓葬的分布范围 详细勘探后 考古队员发现 这片农田下 竟埋藏着一座 归我惊人的墓葬 白石灰 考古工作者用来标识 墓葬轮廓和范围的长木土料 轻轻洒出一点点沟禄 墓葬雏形基本显现 这是一座呈甲字形的大墓 当时乘国钻探确定 就是说是40乘40 这么大一个墓葬 在我们南洋盆地的中心地点 应该是第一次发现这么重要的墓葬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确定钻探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振奋 墓室长43米 宽41米 墓道长达25米 它的面积相当于 三个羽毛球场的大小 这是南洋地区第一次发现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 但这座大墓的发现 却颇为离奇 这要追溯到多年前的 一次群众举报 接到群众举报以后 我们都派出人员 到这个现场里进行了勘查 发现现场有三四个导动 导动有院性的 有防性的 院性的直径 大概有个八十公分 防性的直径是 称之银面 宽度也有个八十 深度有十来米 防性导动上面有摩扳围装 摩扳塌陷以后 老外甥发现 才举报给我们了 2017年4月 考古队员文讯赶来 对夏庄村的农田 进行了调查 他们在农田中 发现了大大小小数个稻洞 情况十分反常 勘探过程中 考古队员在稻洞附近 发现了许多黑色的碳粒 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碳十四测定 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 测定年代的一种方法 碳十四测定结果显示 这些木炭产生于2200多年前 这一时段 正好对应着战国时期 也就是说 地下的这座木炭 宏大的木葬规模 关锅腐朽后的黑色碳粒 种种现象让考古队员推测 夏庄村外这座大墓的主人 应该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古代贵族 这位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墓主人 必定家财万贯 生活优越 那么他会是谁 墓葬中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为了摸清情况 考古队员对附近村落 进行了走访调查 他们发现 隐藏在农田下的这一座大墓 其实并不简单 根据当地老百姓反映 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大土台子 土台子高有30米 上面有个庙 大概有个30间房子 后来六七十年代 由于当地老百姓建房 都拿这个土台子上涂 把这个太子涂全部都拿走了 现在等于是个平地 村民反映的信息 让考古队员意识到 五十多年前 这一座大墓之上并非农田 而是一座修建着庙宇的高大的土包 标志性的风土 大规模的庙宇 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 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空城 那么大墓之上的那座庙宇 又会是什么呢 正当众人疑惑时 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村民重新修建后的种岗庙 大墓是90年的厨树 当地老百姓自己出现资金 深情又复建这个种岗庙 当时呢 原来的种岗庙 前头留了一个北 村中这座不起眼的小庙 就是1996年 村民重新修建后的种岗庙 考古队员找到了当年村民撰写的修缮报告 报告中对这座庙宇的记录 令他们倍感震惊 原庙白土台高约15米 顶端面积2000多平方米 上边有前后大墊 东西厢房即27间房舍 神像俱全 千年的光阴 早已将物葬之上的庙宇 移为平地 但通过这一段文字 考古队员发现 原先的种岗庙 曾十分恢弘 三层土台 达成高大的风土 高出地面数十米 沿土台中部的台阶 可达风土顶部的庙宇 在古代墓葬中 于风土上方修造庙宇的例子 并不少见 1976年 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 沙王墓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 沙金营铜板诏域图 铜板上 沙王墓上方 就著有大规模的宫殿式建筑 用来供奉祭祀沙王 这种宫殿式的庙宇建筑 被称为享堂 对夏庄村外的这座大墓而言 原先风土上方的主岗庙 就是墓主人的享堂 那么 考古队员能否从诸 获取有关墓主人的信息 残存的石碑 能否给他们提供有力的线索 这块种岗庙残存的石碑 距今已有二百多年 碑上清晰的文字 就是夏庄村外这座大墓的名字 吴建筑 吴建筑是何含义 他的主人会是谁 考古队员迅速展开研究 他们查阅大量资料 但都没能发现他的秘密 在文献中 明清地方之里面都有所记载 但是呢 以前呢 一直就是为我们所忽略 因为当时没有风土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这块碑刻呢 也是清代的 并不显眼 但是不建筑 究竟是代表了什么意义 为什么命名为不建筑 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文武工作者呢 因为没有其他的史料可以证实 我们没法更多的去说 但是最起码 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 这是一个种子 是一个墓葬 这样一个信息 通过大墓原先风土上方 响堂中的石碑 考古队员得知了 这座墓葬的名字 不建筑 但想要解开不建筑内的谜题 目前的线索还远远不够 考古队员需要在进一步的勘探中 寻找线索 2019年4月 夏庄村外的考古现场 考古队员正在对不建筑进行勘探 根据现阶段掌握的信息 考古队员得知 不建筑是一座拥有高大风土 墓上享堂建筑的战国贵族墓葬 勘探不断地深入 考古队员也有了新的发现 在主墓市西侧 他们发现了一座长方形车马坑 主墓北侧 发现了两座规模较小的中型墓 这些新发现 让考古队员兴奋起来 直觉告诉他们 夏庄村外的农田下 可能还埋藏着更多墓葬 为进一步掌握情况 考古队员扩大了勘探范围 对不建筑周围3000平方米进行了勘探 但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新的墓葬再次出现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大小规格并不相同 但考古队员却发现 他们排列得十分整齐 似乎保持着某种规律 我们现在大墓的北侧进行了勘探 找到了八排 大概五十五座墓葬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对主墓的南侧 也进行了钻探 也发现了整整齐齐的八排墓葬 而且也是五十五座 最终考古队员在不建筑的南北两侧 共发现了十六排 一百一十座墓葬 规划整齐布局讲究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 其中埋葬的会是什么人 难道是拥有尊贵身份 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吗 为掌握更多线素 考古队员对这一片墓葬群 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时一个细节 推翻了他们之前的猜想 从前面那个布局上看 这个小龙墓里的分布是很有规律的 这个靠近大墓里的墓葬里 它的个头比较大 越想两侧 一次变小 这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 以及其他地方发展出来 这些墓葬行动比较 我们判断 它应该是这个 这些小型墓葬 应该是这个大墓里配葬墓 家族墓葬群的猜想被打破 最终确定 不见种周围110座墓葬 是它的陪葬墓 数量如此惊人的陪葬墓中 埋葬的是谁 他们与不见种的墓主人 是什么关系呢 尽管他们身份沉迷 但考古队员 还是从陪葬墓中 发现了一些端倪 这些陪葬墓 大多都保持着 甲字形的葬制 一致向东的墓道 并且越靠近主墓的位置 墓葬规格就越高 靠近大墓的位置 分布着十多座中型墓葬 而且有的还带着尺码坑 远一点位置的 分布有九十多座 小型的陪葬墓 掌握墓葬群基本情况后 考古队员将进行 初步试探性发掘 最终 他们将发掘的目标 放在了距离主墓 最近的M30号陪葬墓 M30号陪葬墓 位于主墓北侧 长8.6米 宽7.8米 在众多陪葬物中 规模最大 从形质来看 俨然就是缩小版的不见种 先对它进行发掘 可以帮助考古队员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片木群 M30号陪葬墓上层的封土逐步净开 木道 木口 被轻敌出来 就在这时 考古队员在土层中 发现了一丝异样 这几个木葬的背道是比较严重的 开枯以后都一直都有倒动 咱原来还是一直想说能 因为它也有十来米神 想到它下面那个木的 这个倒动会消失 实际 这个大木多数都被倒了非常久 木室 木底 整座木葬背道一空 没有一件随葬器有出土 M30号陪葬墓背道严重 考古队员的期待落空了 考古发掘工作原本就是如此 考古队员不得不面对 木葬背道的现实 并继续发掘 考古队员拿着手铲 一点一点耐心地清理着物事 这时土壤中露出了一点点红色 这代表着什么呢 当时我们在木道和道洞的交会处 进行了清理 在前途中发现一件器物 我们就拿着竹签 慢慢把它从土链提取出来 清理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它应该是一件铁奔 奔一种物工常用工具 为双刃 一刃横向用于削 抱 另一刃纵向用于劈 砍 这件铁奔是考古队员 从物中清理出的器物 通体绣红色 呈长方形 器身设有一方形通孔 可用于镶嵌木制手柄 经过研究后 考古队员判定 这一件铁奔并不是墓主人的陪葬器物 而是盗墓者遗留下的盗墓工具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但这一发现 却令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经过我们的研究对比后发现 这件铁奔应该是汉代时期的 一把汉代的铁奔 却出现在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中 显然这并不寻常 M30号陪葬墓 很可能早在汉代 就已遭到盗绝 考古队员为此感到失落 但这也令他们好奇 这座墓葬 为何自汉代起 就被盗墓者盗绝 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其余陪葬墓会是什么情况 他们能否幸免于难 五月 进入夏季 气温逐渐上升 汗水浸透了衣精 但南洋夏中村农田间的考古发掘 仍在继续 近日来天气虽然炎热 但考古队员的心里却是冰凉 较大一点的佩葬墓 我们有清理了二十多座 但是因为它的目标比较明显 背道比较严重 出土的东西不太多 接连发掘的多座中型墓葬 都背道严重 出土器物十分稀少 考古队员一次次的期待 变成了失望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型墓 没有发掘 编号为M25的这座陪葬墓 也是其中一座 那么它会有众人期待的新发现吗 M25号陪葬墓发掘工作随即展开 然而墓室中再次发现了道洞 难道又是一座空墓 发掘继续 考古队员拿着手铲 逐尖仔细清理着墓室的每个角落 土层中的一丝异常 都难逃考古队员的双眼 那天下午呢 我们几个人正在清理墓室 快清理到墓地位置的时候呢 发现有气雾 而且是清通器 当时我们非常的激动 此时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捏着竹签 一点点挑开附着在绿色气雾上的泥土 随着土层的下降 气雾逐渐显露出来 果然是一件清通器 浑圆的腹部 完整的双耳 稳固的三足 以及上方设有环纽的顶盖 很显然 这是一件 铜顶 正当考古队员准备对这件铜顶展开研究时 在距离第一件铜顶 近十几厘米的位置 又一件青铜器出土了 简单清理后 考古队员发现 这又是一件铜顶 但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竟然在顶腹之内 发现了几块猪骨 周理规定 天子用九顶 顶内分别盛放牛肉 羊肉 乳猪 干鱼 干肉 等九种肉食 猪猴用七顶 分别盛放猪肉 生肚 干肉 等七种肉类 大夫用五顶 盛放羊肉 乳猪 干鱼 等五种肉食 饰则只能用三顶 顶内放置乳猪 干鱼 干肉 可见 牧主人身份不同 所陪葬铜顶的数量 食物 也会有所区别 但不难发现 周理珠顶的数量 都为基数 在M25号陪葬木猪 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 颇为奇怪的现象 全自鸠钉 这个猪猴 他称单数的相对的 这样一种配列 但是这奇怪的是 这屏幕上 大多都是两钉 都是两个钉 这就是说是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探讨 铜顶的出现 并没有让考古队员解开牧主人身份的谜团 考古队员来不及深究 发掘现场就又有器物出土了 在牧丧填土之中 又发现了一件铜器 这是一件素面的铜壶 窄口 圆腹 圈足 顶盖处 有三只猛兽般的环牛 在壶身的两侧 欠是兽形的铺首 闲着环耳 扑扶壶身之上 凶猛威武 铜顶 铜壶 随葬品一件件出土 发掘现场一扫子前的阴霾 考古队员再次兴奋起来 这时 考古队员在牧师的南侧 发现了几片青铜碎片 历经千余年的掩埋 垮塌的填土 使器物失去了原本的形态 那么 这件器物是什么呢 清理出的青铜残片 被送往修复室进行修复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修复下 破损的铜片 恢复了原貌 竟是一件素面的青铜盘 腹部浅缘 两侧 助由方便拿取的环形钮式 类似今天的水盆 在铜盘出土位置的附近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另一件器物 用竹签小心清理 慢慢去除表面的浮土 跨越了两千多年 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它的真容 气身平滑形成弧面 流畅的线条最终聚拢成窄小的流口 顶部柱有一只圆环 与今天的水瓢十分类似 这一件器物被称为铜仪 仪 仙秦时期的重要礼器之一 为水器 它常常与盘搭配使用 是古代的惯洗用具 礼记中就曾记载 敬惯 少者奉盘 长者奉手 请握惯 自商周时期 古人便用盘 移 这样类似今天 水龙头和水盆的组合 进行日常清洁 盘给益一般都是租赫师 在古代这个省份 地位比高的人 在反前反后 这个行着我管之力 一般就是一人 拿着这个益 注满水的益 慢慢地把水 搅到这个主人的手上 主人手上下面呢 由一个盘来挤压着一些 流下来的水 这说明这个牧中人的 身份非常高 省钱由这个夫人来私奉 至此 M25号墓的清理工作 已基本完成 考古队员从墓中 一共发现了两件青铜顶 两件青铜壶 以及组合搭配出现的 铜盘椅 那么 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 编号是25号墓 都没有被盗了 它出头来就做痛气 比如说痛丁 判役 根据这些七五组合 我们判断的 它的身份也应该是 至少是十亿以上 由于中型墓大多被盗严重 考古队员无法对整片墓丧群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 他们决定对小型墓进行发掘 很快 他们就在位于墓群西侧的M14号陪葬墓中 有了重大发现 考古队员将泥土慢慢剥离 随即一件褐色的器物被提取出来 这是一件陶制的小口顶 圆腹平岩 两侧设有方形耳 三足支撑着顶身 小型陪葬墓内一批批随赞品接连出土 这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信心满满 这是一件陶制的豆 浅拨型高圈足 用于盛放食物 最早出现于新时期时代 陶粒 冠状 平岩敞阔 腹部深大 下注三足 为古代吹具 功能与顶类似 陶队呈圆球状 上下两半扣成一个整体 盖可取下倒置使用 两边对称 一个半球上有三支瘦型钮 另一个半球底部三支足如同卷曲的龙 将整个球体支撑起来 陶盘 陶椅同样成套出现 质地坚实 朴素大方 九十余座小型墓葬内 出土了几百件造型不同的陶器 当考古队员对他们展开深入研究时 惊奇地发现 小型陪葬墓内出土的陶器 与中型陪葬墓内出土的陶器 无论是气形 用途 还是气物组合都十分类似 这是怎么一回事 同一片陆葬群珠 随葬品为何会从青铜器 变成陶器呢 东周时期 这些墓葬出土旗鼓的祖鹤 翻养了这个墓中人的神分和敌味 一般来说 出土通气的墓中人神分交保 陶器的相比比较低一点 结合下床墓地出土这个通气和陶器 咱们可以看出这些还是有神分上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它这距离这个珠墓较近 一般是墓性的体量较大 随当清雾以通气为主 说这都是它神分敌味的象征 可能是身份有别 让小型陪葬墓的主人用陶土代替了青铜 那么这片墓地下埋葬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呢 带着种种疑问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寻找线索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更多带有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器物被清理出来 陶制的彩绘人勇 绣技斑斑的青铜鸽 以及样式丰富的青铜锚 瀑涂而出 此时考古队员越发意识到 夏庄村外的这片墓葬群并不简单 虽然它布局规整 排列有序 经过周密精细的规划 但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任何 带有墓主人名秽的器物出现 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这片土地上是否曾存在着一个贵族集团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然而 瞩目不见主的发掘情况又是如何 其中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一切的未知 都等待着考古队员 去一点点发现破解 再见 啊 ian 我 我们